今天给大家看一个海日日木里附近的一局室 适合单人或者情侣居住的公寓 这个屋子距离日木里大站只需要6分钟 西日木里站5分钟 附近6条线路可以使用 5分钟就能走到车站 是一个完美的上班族的环境 房屋建成于平成19年 也就是2007年 还算是东京市内相对较新的公寓 位于7楼 专有面积43.2平米 此外还有3平米的阳台 售价为4099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240万 每月的休款费用为15000日元 折合人民币880元 可以饲养宠物 该物件步行4分钟有一所小学 3分钟有一所中学 附近都是东京大型的商业区域 生活用品甚至中华物产 也都可以在这里摆得到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随着彭彭小哥的镜头 去看看这个房子 目前该物件的外观正在修缮中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一座相对高大的建筑 一楼的大空间是专门用来停放自行车的 另一侧是大厅 去往住宅的方向 因为修缮 大厅墙面上铺了保护装饰 到七楼啦 一进门是熟悉的长走廊 右手边打着一排长城的柜子 丰富的收纳使得屋子里其他展示的空间会大不少 穿衣镜这次没有打在柜子上 而是放置在了左手边的墙上 左手边第一个门打开是盥洗室和浴室 各自分离 洗手台对面的一块空间放置洗衣机 另一块打好了做柜子 顺着走廊的下一个房间是卫生间 日本的卫生间基本都是单独隔出的小间 卫生间的门上有个小块玻璃看 可以说明里面是否有人在使用 收纳柜一直打到了走廊的尽头 所以生活用品多的朋友使用这种房屋会轻松很多 最里面是带开放式厨房的客厅 窗外因为修缮的关系布满了脚手架 客厅非常大 其实如果一居室自住或者情侣居住的话 可以好好设计一下 做成工作室应该会很有意思 客厅间里带一个推拉门的小卧室 平时可以打开 睡觉时关上更有安全感 这个东西是防止推拉门损化墙壁的 这里的设计处处体现着精致 小卧室里带着四扇门的衣帽间 厨房的旁边隔出了放冰箱的地方 橱柜的颜色稳重大计 基础的厨房设施都包含在里面 阳台面积不大 晾个衣服就做不了什么了 外面的铁架子上显示着危险 不要随便攀爬 等修缮完 这些架子就都可以拆掉了 好 那今天的日目里适合单人或者情侣居住的 一居室就看完了 欢迎大家留言并关注哦